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最后的三句 说心无碍 烈不思义 福建三世 我们看这个三句 清梁大师在苏抄里面跟我们说的是 行以世间 伪顺无怨 不能仗苦 我们从这一界里面 真正能够体会到佛菩萨的伟大圆满 那么这是说他的大德大圆 这个意思也是我们常常提到 跟同学们共同勉励 我们生活在世界 离不开一切人事物 进阶里面有瞬间 有逆境 人事环境当中 有善于永远 要怎样 跟大家相处得很圆满 很融洽 这是大学问 这是大德性 尤其是对我们不善的人 对我们有卧异 有敌意有敌意的 你怎样能够化敌为友 化清为怨 从这个地方 看出你的德性 你的道德了 在一般讲 世间人听到这个话 这个难啊 太难了 那么学佛 佛门里面常说 祝佛菩萨 难行能行 不是说这个事情难 我们就不做了 难就把它各置在一边 这个不可以 菩萨 为什么能做得到 没有别的 他了解 四十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明白 他了解 所有一切人 是无 从根源上来说 真的 本是同根生 都是 都是心心事变 都是一体 我们讲一家人 还是苏远 这还有亲疏 真正了解之后 病伐界 虚空界 是一个自己 比一家人 亲切的多了 这块是真的 是真的 诸佛如来 真的了 法身菩萨 真的了 我们迷失了 不知道是自己 就说圆一点吧 不知道是一家人 所以 分此分彼 形成对立 彼此不能包容 这种见解 这种思想 这种行为 三图六道 把一阵法界 把你原本 受用的境界 大自在 把它变成了 三图六道 就跟科学家实验的 水的接近 善心对他 他的接近 非常美 觉悟的心对待他 他现在像是什么 一阵法界 金色世界 无量重宝庄严 他现在是这个 有卧异了 对待他 他就变现出 绘图 坐卧不堪 变成六道三图 六道三图 跟金色世界 重宝庄严 是一不是二 就像这个 看在捷径里头 最美好的捷径 跟最难看的捷径 都是水 这个水 我们尝一尝 味道甘甜 是他 尝一口 味道色苦 很难闻 还是他 他为什么会变这个样 不是他会变 他是硬 我们的心情是赶 他是随着我们念头 在转变 我们念头善 他变得善 我们念头悟 他变得悟 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但是他能随顺 一切众生 妄想执着起变化 我们要想改变 人事环境 改变物质环境 从哪里改变起 从自己心形改变起 所以 四年前 我们离开台湾 到新加坡 我写了六条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两年前 离开新加坡 我写了一幅对立 出逆境 随卧远 无成会 业障尽消 随于顺境 除善于 无贪吃 复会全心 给我们同学们 共同勉励 这些都是 学习 属心 无碍 佛菩萨 从出发心 到如来地 学什么呢 学 不与 一切人 死无 对立 学这个 别人跟我对立 我要反省 如何把这个对立 化解 这是真功夫 真学问 真智慧 对方还是坚持 我自己身惭愧心 我做的不够好 为什么他还不能原谅 他还那么坚持 他这一生坚持 希望来生不再坚持 来生坚持 希望后世不会坚持 生命是永恒的 不是短暂的 我们深深影响心 他将来会成佛 他会觉悟 他成佛了 他给 病 伐 界 一切刹毒众生 就没有对立了 这个对立从来 勤之 勤之从来 迷惑 他说 根源是迷 不再跟一切众生 对立了 这个根源是这 这两个源头 不一样 这是随身自信 你 他随身烦恼 他不能够放下 他的烦恼吸气 那么环游 人呢 多爱面子 有时候 爱于面子 不肯认错 心里明白了 我是错了 但是我要面子 我不能当众认错 那么这些都是 人之常见 我们要理解 那些人要面子 我们要真理 我们要随身信 我们要随身 是非邪正 是邪 是非 我们认错 世间人不敢认错 爱于面子 我们认错 我们改过自信 做榜样 给他看 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 他来干什么呢 有不少人问过我 我的回答呢 演戏 演给别人看的 这个演戏 是正面的 不是负面的 这个演戏 是教化众生 不是完全娱乐的 这是教学 众生有哪些毛病 佛菩萨也表演 也有这些毛病 你看看 他慢慢地觉悟了 他在那里改过自信 后来成就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德行 令一切大众 尊敬 佛菩萨表演的目的呢 不是希望 大家对他尊重 而是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他成了菩萨了 成了佛 你也应该成菩萨 成佛 他能够改过自信 你也应当改过自信 意思在这个里面 树心无碍 这一句要怎样落实 从哪里下手 要从忏悔 反省 改过自信 实实处处 记住 学为人私 行为事犯 这是佛菩萨 佛菩萨如是 我们今天学佛 做佛的学生 即使是幼稚园的学生 也要把这两句话 作为我们修学 或者是我们这一生 和在这个世间的标准 佛法是思道 佛法是社会教育 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总都要认清楚 搞明白 才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干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清楚了 明白了 不仅仅是提升自己的境界 最重要的是帮助社会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这个苦难就是没有艰辛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那这话说过 说回头来了 我也没艰辛 自己没有艰辛 怎么能帮助 没有艰辛的苦难众生 那些众生 他现在还不晓得 我晓得 我虽然没有艰辛 我只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 就是随须自信 一定是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 随顺 经论教会 一教奉行 就是随顺 就是随顺信 这次开始学习随顺信 学习明信 接信 教下用这个功夫 学习最后的目标 中文教下 闲教密教 完全相同 所以佛在经上才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无论是哪个法门 方向目标是一致 都是在明心见心的 明心见心的修行方法 那要随顺你先得 这个经理的 许多次的教导我们 我们学 从哪里学起 说法 佛不说法 我们就没地方学了 说法是什么呢 现在讲的上课吧 你要不上课 你到哪里学 佛跟大家说法 就是上课 佛陀的事业 真的是教学 从事教学工作 四十九年 一生的事业 所以佛法是教育 它不是宗教 天天上课 学不业 教不俊 法西充满了 你要不认真地学 法西你得不到 这个东西 不是从书本文字里面 得到的 书本文字 得到的说 那只是一种欣赏 外来的刺激 那是落 不是月 离开之后呢 这个落就没有了 它不是长落 法西医生 你认真地学 学了之后 你有心得 把你所学的东西 跟你自信心得 融成一体了 佛门里头说的 性修不二 你的修得 跟信得相应 那么这个喜悦 是长久的 永恒的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 你的欢喜 不会中断 你的欢喜 不会失去 而这个欢喜心 是最殊胜的养分 事法 念语里头 有所谓 人逢 习四 精神爽 佛告诉我们 世界 无世界 天人 没有饮食 他不要饮食 靠什么营养 蝉月为食 蝉定里面 那个喜悦 这个喜悦 是他的养分 所以他们的身体健康 永远不生病 永远不衰老 寿命很长 飞翔 飞翔 翔 处天人 寿命八万大吉 八万大吉 不可思议 诸位要知道 一个大吉 使这个世界 一次 沉住坏空 一个大吉 那么八万大吉 就是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 八万次 他有那么长的寿命 那也许有人问了 这世界就坏掉了 世界毁灭掉了 他到哪里去呢 他到别的世界去 这个世界毁灭了 他到别的世界去住 那个世界毁灭了 世界多得很 他不定在哪里去住 将来这个世界沉了 他又来了 这还没有出六道 说六道的天赋 要不真正把佛菩萨教会 跟我们自己的信德 融成一片 我们就得不到受用 这个受用就是发喜 能于李明江的 学而世息之不亦悦 那个悦你得不到 你要得到这个悦 这些真欢喜 这个欢喜不是外面的刺激 内心里面出来的 这个是自己真正的养分 不靠外面 永恒无尽 外面这个饮食 有没有真的无所谓 怎样才能够把自己的信德 引发出来 那你就依教风险 老老实实依教风险 也不要问什么时候 成就 古德常讲的 但问根云 不问收获 自自然然 有一天 你丰收了 何必一定要期待着丰收呢 期待 你精神压力很重啊 你很苦恼啊 一切都放松 都不要放在心上 佛教我们怎么做 老老实实的做 佛教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遵守 决定不做 时间久了 你心定了 定能开会 那个会 就是信德 自信里头 本有的薄弱智慧 你的修德 把它引发出来了 你得到真实受用了 到这个时候 说老实话 知恩保恩 你才真的明了 现在写这四个大字 天天看 你看不懂 恩在哪里 你是真正不懂 佛虽然是苦口婆心来教你 教你 你没懂啊 你没有欺辱啊 好比 你是个病人 病得很严重 身体已经麻木不仁了 有个人 好心人来供养你 每一天给你很好的饮食 你吃了怎么样呢 不晓得味道 舌头麻木了 舌耳不知其味 吃下去之后呢 不能消化 这不能消化 不要紧啊 如果它能完全排泄出来 还好啊 要排泄不出来的时候 又变成病了 这个病 在佛法里叫 发质 所以 《般若经》上讲啊 发上硬时 活况会发了 发不能止 发要容 消容啊 一定要消化 才能变成养分 要不能消化 不能变成养分 它就变成病了 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学的 这些教诲 教诲 怎样变成我们的养分 就是落实 它是我们生活的标准 我们日常生活 与教诲相应 这个生活是正常的 佛菩萨的生活 如果我们日常生活 工作待人介物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说法 做法 与经论教会 不相应 自己一定要很勇敢 承担 我错了 错了就要改 把自己的想法 看法 做法 放下 随身 经论教会 要有这个勇气 这个地方 不能碍于面子 还是自己对 佛 三千年前 时候的人 他怎么知道 现在的 这个社会状况 那我们就完全错了 在佛菩萨境界里头 没有三世 没有先后 世尊当年出世 跟现在这个时代 是一时 这个很不好懂 真的难懂 在我们观念当中 社加墨里头 总是古人 我们 你看 在这个 这个 金初 念到 粗成正求 我们快讲 一千次了 时间这么长 大家忘掉了 现在念到 第二个大单元 一开头 又是粗成正求 我们重新再温习一遍 再强调一次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极乐世界 跟我们 现前 生活这个出足 是一 不稍 无量进行 跟现在 是一时 没有先后 没有古今 这些都是 事实真相 没人懂 我们跟初学的人 不能这样说法 说法之后 那一个 吵架辩论 是永远搞不清楚 说法要随机 决定不要引起 云取争论 如果云取争论 那是个最笨的 说法 他程度没有道 不能说这个法 所以 所以跟初级说法 要随顺 他的常识 随顺 他的意识 横顺 众生 随喜 功德 要懂这个道理 佛说法 佛说法 常常去比喻 比喻 越近 越好 为什么呢 他能相信 像日本科学家 做这个水的试验 这个可以跟他讲 他懂 他懂了这个之后 你再可以 透一点消息 给他 佛在楞严经上 讲整个宇宙 一切万物 都有灵知 跟谁一样 都能看 都能听 都有觉 都有知 任人经常讲 行 心的象 是什么 见闻 觉知 佛说 一切因果 世界 为臣 因心 臣体 心 就是灵知 就是见闻 觉知 那么 由此可知 能现 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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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 见闻 觉知 所变 所现 哪里 没有 见闻 觉知 当然 有啊 现在 试验的时候 谁 也有 所有一些万物 都有 他们用那个饭来做实验 发现的 也有 你让他们慢慢在做实验 泥土 砂石 花草 树木 通通都有 原子 电子 粒子太小了 没有办法放在这个行为镜上 没有办法了 将来 这个科学仪器 再要往前发展 果然能够把原子电子都放在显微镜里面去观察 你用善心对待他 他有好的结局 你用不善心对待他的时候 他有不好的结局 证明啊 《冷淫经》上这一句话真的不是假的 什么是我们的心呢 灵知是我们的心 见闻觉知是我们的心 所以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刹土众生 一个心 阴心成体 心心相应 心心相照 这个四十真相 佛之道 佛之道 法身菩萨之道 三行 听佛菩萨说 自己没能争的 原教 原教 大臣 大臣原教 三行菩萨 正得少分 真正正顿 八地以上 八地九地 十地 等觉 等觉 妙觉 五个位词 真正正的了 最高的这个妙觉就是如来的果位 究竟 究竟 圆满的 圆满的 圆满 那怎么能证呢 学 所以 从初发心到成佛 决定不能放弃学习 天天要学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三天不学 我们的老毛病全都冒出来了 天天学 我们的精神一直都集中 在佛陀教会上 没有时间 去搞外面这些东西 没时间 而在佛法里面 越学越欢喜 越学越有心得 所以自己的境界很清楚 不断在向上提升 对人对事对物 学会了情绪 公斤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自然 向外面放光 这个光 这个光越来越大 越来越实胜 总有一天 你的光芒 像诸佛菩萨一样 变造 法界 虚空界 现在你的小小的光明 放一点点 照到你一家了 照到你的团体 我们佛法 我们佛法讲放光 西方人叫磁场 你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家庭 你这个家庭的时候 感受你的磁场 如果你修得再好 你境界往上提升 你的磁场就越来越大 到哪一天 你这个磁场 能够影响 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 十一半人 进入你这个城市 就生欢喜心 这是你修行的功夫 真的是这个样子 佛光变造 虚空无法界 佛的磁场 好极了 谁能感受得到 有缘的人能感受到 什么是有缘的人呢 居住 信寿 这个信节行政的人 他感受到 无论在哪个地方 自己的磁场 跟佛的磁场的时候 融成一片 一般凡夫 不能感受 是因为 他自己也有磁场 他的磁场 跟佛的磁场产生抗拒 产生抵制 像我以前常常举这个水 这个波 波浪 佛菩萨 这个水波是平静的 我们众生的时候 这个波浪 是起伏不定 就是大风大浪 这两个一结束 大风大浪呢 他会小一点 被这个磁场冲击的时候 他会小一点 他感受不到平静 大风浪虽然变成小风浪 平静他感受不到 所以必须自己 要修真诚清净平等性 你才能够感受到 祝福菩萨 那个平等的磁场 就是祝福菩萨的 真诚清净平等 真觉慈悲 这个光啊 你会感受得到 感受得到了的时候 就是加持 会把你自己的 真诚清净平等觉提升 这个里头 你想想看 不就产生发喜充满吗 不就是孔老夫子所讲的 不亦欲乎吗 所以修行 功夫在哪里修行呢 功夫呢 就是清净大师在此里讲的 世间 唯 唯就是逆境 顺 顺境 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你懂得 怎样 处逆境 怎样处 顺境 摩悦呢 是人事环境 悦言家对头 你遇到 这些不善的人事环境 你用什么方法 来对他 使彼此连方 都不产生障碍 他不妨碍我 我也不妨碍他 这样就好啊 这样就好啊 这就没有冲突了 要知道啊 路太多了 太广了 不要真 世间人所真的 是在讲 身外之物啊 明文理啊 五语六成 不都真这个东西吗 他真 我让 就没事了 让了之后 是不是没有了呢 不会 你让的话 你得到的更多 你一定要懂得 这个道理 一定要深陷 财富 不是夺得来的 是你命中修集的 你命里头没有 给你了 你不能受用 我在没有出家之前 认识一位将军 少将 出家之后不久 听说他死了 怎么死了 因为他身中将 以这个案子 已经批准了 还没有发布 里面有人呢 看到了 批准了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我他非常欢喜 请朋友吃饭 喝酒 酒喝多了 就在桌上昏倒 死了 有很多人讲啊 他命里头只有一颗心 再加一颗心 把他压死了 所以 他真的是这样 你没有那个佛报 那个佛报来了的时候 那是后不是福啊 你承担不起 无论 才算明是睡 都不外 这个道理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佛为我们所实现的 借解 佛是圆满的 佛报 他还是那么借解 孔老夫子的德行 在论语上 我们看到 学生对他赞叹 温量功 解 让 圣人 对人对死 忍让 对自己 借解 虽然是圆满的佛报 是要做给众生看 佛报从哪来的 从借解来的 从布施 供养来的 欢喜布施 欢喜供养 自己生活非常简单 借解 这个人大复得了 不是 重情享受 那个佛报再大 也想不了几年就完了 所以这个 这一条 我们要特别特别 用心 求解 要把它落实 在我们菩提道上 就会减少 许许多多障碍 对我们的修学 增长信心 现在 时间到了